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视听 您好 我是马朗与飞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通过PRP操作我们的数据库 首先我们得知道一个事情就是 我们的JavaScript 它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操作我们的数据库的 我们只能通过这个PRP页面 去操作数据库最终才能够把我们想要的数据 给它操作出来 所以在这一方 如果我们想要对我们的数据库进行编程 然后去进行操作的话 我们必须把这个代码 然后写在我们的PRP上面去进行操作 具体怎么去做呢 首先我们先在我们的数据库下面 先去建一个表 那么刚刚我们已经在我们的一个叫做 YYY的数据库下建了一个叫做students的表 然后我们在当前这个数据库下 多去给它插入几条数据 你比如说我在这再去给它插入几条数据 好在这还是随便写几条数据进去 好写完之后 在我们当前这个数据库里面 现在一共有四条数据 那么现在我想通过PRP 将我们数据库中的数据取出来 然后最后在页面上显示 应该怎么去做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我在当前目录下去新建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就叫做showstudents.plp 叫做showstudents.plp 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我们的PRP 从我们的数据库中把这个数据取出来之后 展现到我们的页面上 那么当然第一个部分 我们需要将我们当前页面上 它的投文件给它写进来 咱们把它的投文件给它写进来 这个投文件是固定的写法 所以我可以直接用我们原来的代码 直接把我们想用这个投文件直接给它拷过来就OK了 这是我们设置投文件的编法形式 好设置完之后呢 接着我们就可以去连接咱们的数据库 那么连接数据库的这个操作呢 一共分为八个步骤 所以我们把PRP连接数据库的这八个数据 叫做天空八步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八个步骤到底是哪八个步骤 那么第一个步骤呢 我们要去连接数据库 好怎么连接数据库呢 通过一个叫做PRP的一个方法 叫做MySQL-Connect的方法去进行连接 其中的这个方法它一共有三个参数 这三个参数它分别的功能是 第一个参数我们要传入 我们要连接数据库它的IP 那么当然呢我们在这儿呢连接的是本地的数据库 所以呢我们直接传入localhost或者你本地的IP就OK了 第二个参数传入是我们数据库的用户名 那么我们的用户名呢统一都是root 第三个参数传入是我们数据库的密码 密码是1到6 好那么在这呢我们来看一下传入参数 首先localhost 第二个部分呢就是root 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的123456 那么最后呢它会给我们一个返回值 这个返回值呢就是我们连接成功的MySQL对象 那么如果连接成功的话它会返回一个处 如果连接不成功的话它会返回一个first 所以在这方面我可以做一个判断 判断什么呢 判断我当前连接的这个数据库 它是否感叹号为真 如果感叹号为真说明我们连接失败 那么在这方面我们就在当前面上呢 直接通过以后输出连接失败 然后在这写一个exit exit 这个exit它代表的意思就是 只要遇到exit 我们接下来后续所有代码就终止 终止后续所有代码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数据库都连接失败呢 后面所有代码它都没有在进行继续运行的必要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连接的一个效果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去加载一下咱们刚刚 然后呢写的这个PIP页面 直接在一方呢输入 Localhost 然后呢MySQL -show students.PIP页面 那么大家会发现呢 我在这个页面上并没有输出任何的东西 那说明咱们现在这个数据库它是连接成功的 因为连接成功以后呢 它不做任何操作 连接失败呢 它会在页面上直接输出连接失败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当然第一步是连接啊 第二步是我们判断它是否连接成功 这是我们的前两步 那么第三步呢 我们就要去设置什么呢 设置我们要访问的字符集 在这呢直接通过MySQL SATX SAT UTF8 设置我们访问的字符集是UTF缸码 然后第四步我们就可以呢去选择我们要去连接的数据库 那么最终呢我是希望呢能够将我们一个叫做YYY数据库下的一个叫做students表里面的数据呢 再通过PRP呢把这个里面的数据呢选出来啊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MySQL-SlackDB 去选择一个叫做YYY的数据库 那么选择好数据库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准备SQL去进行查询了 那么注意 在这个地方我们想要做的操作的是 通过SQL语句将我们数据库中所有的数据呢全部给它取出来 所以呢这个SQL语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语句呢 应该是通过slack进行查找的语句slack的新forstudents 将students中所有的这个数据呢全部给它查出来 那么这个SQL语我们搞定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呢发送SQL语了 那么发送SQL语呢我们通过一个叫做MySQL Query的这么一个函数呢去进行发送 发送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呢直接拿到它的返回值 最后我们可以呢把这个返回值呢在当前页面上呢直接输出 当然我们通过这个VRW输出啊 最后我们来看它运行的一个结果 我们在页面上重新把这个代码呢刷新一点 那么大家会发现呢我在页面上呢最后确实通过PFP呢 拿到了一个结果 但是这个结果呢是一个MySQL要素 也就是说它返回的是一个MySQL结果 我是没办法直接对这个MySQL的结果进行操作 我们得把它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 那么对于我们通过SQL语句最终查出来这个结果 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在这是第七步处理结果集 那么处理结果的集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要用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叫做 这么一个函数 然后呢我们把刚刚我们返回的这个MySQL的结果直接给它 传递以后 拿到这个函数它的返回值 最终同样还是在我们的页面上呢将这个函数给它输出 好注意在这我们重新把这个页面刷新一下 当我们在这方呢去调用一次这个函数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把我们ID1的第一个员工的信息 第一个学生的信息呢 全部给它输出来了 然后呢如果我们在这呢 把这个函数呢再去调用一次 也就是说调用两次的话 我们在这地方呢再去刷新一下 你会发现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变量里面 存储的是第二条学生的信息 然后呢如果我们把这个函数再去调用一次之后呢 它反复的是第三个学生它的信息 也就是说 当我们通过slag的新 从我们的数据库中把这个数据取出来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只要我们通过这条 它就可以呢取出一行数据 而且这个函数它调用几次 我就取出第几行数据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就是 我们在取这个数据库里面的数据的时候啊 我们在它取出来之前 我们并不知道它到底要多少点数据 所以呢到底这个函数到底应该执行多少次呢 我们不知道 如果我们想把其中所有的数据都取出来的话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个操作 什么操作呢 我们可以呢直接把这条代码呢 放在什么地方呢 放在一个越循环里面 好那么注意 在这个越循环里面呢 我们是直接放了一个什么呢 放了取数据的一个操作 那么等号左边的值 等号右边的值算出来之后 我们直接付给等号左边的变量 那最后在这个位里面判断的是 我们到了肉 它是否存在 如果我在执行这条语句的时候 它能执行成功 那么说明它反而是一个关联数组 我就能有值 它的值转成不了值就是处 但是当我取了很多次以后 我取到最后一条数据 再取一条数据的时候 它后面就没有数据了 它取出来之后最后是num 那么当它是num的时候 转成不了值first 它最后就可以自己停下来 也就是说 我把取每一行数据的这个操作 写在越循环里面之后呢 它会一直取直到最后一条数据取下来为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呢 直接通过这个VRDub 通过将其中的每一行数据 给它输出到页面上 好 说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儿呢 把这个程序再运行一下 我可以呢 很明显地看到 就是我们的一号同学呢 取出来了 然后二号同学也取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后续的三号同学和四号同学 也都取出来了 我们把所有需要的数据都取出来了 好 那么取出来之后呢 最后第八个步骤 我们就要关闭我们的数据库 好 这呢就是我们数据库 PRP操作数据库的八个步骤 好 但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没有完 当我们把数据库里面的这些数据 全部取出来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呢 它仅仅是以一行为一个关联数组的形式去存在 但这样的数据结构呢 如果我们直接在页面上输出的话 肯定这个数据是不能给用户的啊 因为它太难看了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我们得想办法让它以一个非常好看的格式呢 在页面上显示 那么对于咱们的成绩表这种东西呢 在我们H1页面上进行显示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直接通过一个table表格去进行显示 而且刚好咱们的PRP代码它是可以跟我们的H1代码进行混编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通过PRP操作买C9项数据取出来之后 然后呢 通过PRP和H1代码混编 将我们取出的数据输出到页面上 好那么具体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在这个远循环前面的先去设置表头 先去设置表头 首先呢在这个地方输出一个table 这个table呢它的boulder呢是1 然后呢第二个部分 在我们这个远循环的后面去输出一个-table 这是我们table结束的部分 然后呢首先我们先在table这个位置干什么呢 先去设置表头 这个表头呢 咱们一共有5个字端 分别是学号 姓名和这个三个成绩 那么一般情况下 咱们把这个表头呢 都用这个th去设置 所以在这呢我们就直接写上5个th就OK tr下面的th 好第一个部分是我们的学员的学号 学生学号 第二个部分是学生的姓名 然后呢以此类推 英语成绩 然后呢数学成绩和语文成绩 但这个地方我忘了写一个杠 咱们把这个杠给它补上 这样的话咱们的表头就申明好了 我们可以直接在页面上去输出一下 那么由于呢我们通过这个 以后呢在页面上输出的内容呢 它会自动解析 在这个地方输出的时候 它直接输出了一个表头 那么接下来呢在这个外循环里面注意 我们这个外循环呢每循环一次 我就可以呢直接输出其中 我取出的一行数据 而且大家呢仔细观察一下 我们取出这个数据 它是以我们里面的字段为键 然后呢字段里面的值为值 去存储的这么一个关联数 所以呢我们在这呢 可以呢直接通过下标呢 去取出其中我们想要的值 然后呢最终呢在页面上 生成我们想要的表格就OK了 所以呢我们把这行代码给它去 去了以后呢在这个位置我们要去 生成我们每一行的数据 当然每一行的数据呢 我们是通过TR 里面呢是TD 一共呢是五个TD 然后呢每一个TD里面呢 分别是我们想要的数据 那么刚刚说了 咱们在这地方取出的每一行数据 它都是一个关联数据 然后呢首先我们通过ID 将其中我们的学员的学号取出来 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个name 取出学员的姓名 接着我们就可以呢 把后面它的三个成绩的也分别取出来 这个部分呢是我们的英语成绩 按照上面这个表头的顺序去 定义成绩 数学成绩和我们的语文成绩 那么最后的话 我们可以呢看一下我们实际执行的效果 最后呢经过循环 我们把这些数据呢 全部在页面上输出以后 我们在页面上呈现的一个效果呢 就是我们通过PRP 将我们数据库中的数据全部取出来 然后呢通过一个循环 并且是PRP和H1代码混编的形式 将我们所有的数据呢 在页面上直接以表格的形式输出 这就是PRP和数据库它的一个操作 但是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用的一种比较古老的方式 是混编的方式 当然呢我们最后呢 需要把这个H1代码 CSS代码 那PRP代码进行分离 也就是我们前后端要分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么去写H1代码 和写CSS和写GS代码 总归是不方便的 我们把它前后端分离以后呢 通过Jax进行前后端交互 才是我们现在主流的开发方式 但是在这一方呢 我们先简单的了解一下 PRP怎么操作数据库 怎么样把数据库中的数据取出来之后呢 在页面上展示就OK了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马龙玉飞 rap 公司 优独装 那边 го音乐 优独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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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装